这高端A卡居然赶上N卡了? 时代编维啊 想想Vega64 想想雷7 那可都是又贵又热性能还被吊打的假旗舰啊 AMD显卡在高端领域已经萎靡不振很长时间了 以至于9月份老黄发布30系的时候 我们觉得N卡提升这么大 A卡怎么可能追得上来呢? 结果 苏妈 这就给我们准备了惊喜 RX6000系列 闪亮登场 号称可以干掉3080和3090 价格却要卖得更便宜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RX6800和RX6800XT 它们真的有那么神乎其神吗? A卡这下终于翻身了吗? 今天的视频 告诉你答案 这一次的RX6000系列 首先在外观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 相比以往的A卡更加有游戏范儿了 散热虽是三风扇 但设计上尤其是侧面这一块很像NV的20系显卡 接口方面 6800和6800XT提供了两个DP1.4 一个HDMI 2.1 和一个Type-C接口 NV那边放弃了Type-C AMD这边居然首次支持了Type-C 哇 我感动得是痛哭流涕 显卡又能给手机快充啊 两张卡都采用了双8PIN供电 额定整卡功耗为250W和300W 显卡长度为26.7厘米 稍微有一点点月间嘛 虽微三风扇但还是能塞进不少ITX机箱的 不过这两张卡虽然看起来长得差不多 厚度却是有点区别的 6800标准双槽 6800XT 2.5槽 要稍微厚出那么一点 看完外观 按照惯例 我们又该扒开它的外衣 看看里面长啥样了 拆解RX6800XT的过程很容易 但我并不建议你们拆啊 因为6800XT和5700XT一样 都采用了石墨垫片作为散热介质 而非硅脂 所以一是它的导热能力可以持续好几年 你没有理由去换它 二是这种垫片在拆卡的过程中极易破碎 弄不好装回去就会影响散热 必须小心翼翼 我们刚刚讲 6800XT外观像20系卡 其实它的散热结构也很像20系 一大块均热板上直接涨满了散热棋片 要说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三风扇的风量会更大一些吧 由于采用了全尺寸PCB 6800XT的集成度看起来可能没有3080那么高 元器件之间空的还是比较开的 但用料还是比较给力的 没有缩水 16GGDR6显存全部安排在了正面 反面没有放显存 不过核心背部密密麻麻布满的电容 看着是强迫症极为舒适啊 整个PCB上最为耀眼的莫过于这颗大核心了 519平方毫米的核心面积 完整规格下80个CU 5120个流处理器 当然这是给大哥6900XT的啊 这张6800XT砍到了72个CU 6800则是60个CU 好在显存没砍 大家都是16GG 说到核心 这RX6000系列也用上了全新的RDNA2架构 RDNA2本质上和RX5000的RDNA1是近似的 它是在RDNA1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小改进 比如缓存结构 频率的提高 以及独立光追单元的加入 在RDNA2上面 最重要的改进来源于缓存 这次AMD引入了全新的Infinity Cache技术 其实它的思路很像服务器CPU的那种大三级缓存 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 隔壁的老黄30系显卡用上了GDDR6X显存 大幅提高了显存带宽 但与此同时 显存功耗也极为恐怖 AMD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还是在继续沿用功耗较低的GDDR6显存 并且未宽也继续使用5700XT上的256位 但你要知道 这次Big Navi核心的规格 相较5700XT甚至已经翻倍了 这么小一点显存未宽 显然未不保这么大一个核心 为了解决这个状况 AMD借助CPU的经验 搞出了这个Infinity Cache GPU缓存 它可以获得1.94G 1024位的每通道频率和未宽 峰值带宽可以达到显存的4倍 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不增加功耗的情况下 避免显存的瓶颈曲线救国 除了Infinity Cache AMD还在新架构中引入了一项Smart Access Memory技术 简称SAM 以往的CPU要想访问显卡上的显存是很受限的 通常只能访问很小的一部分显存 大约是256MB吧 这有时候就会产生瓶颈影响性能 而SAM技术相当于给CPU开了个绿色通道 让CPU可以借助PCIe 4.0的高带宽 去访问显卡上全部显存提升性能 不过这项技术对平台是有严格要求的 你需要有Ryzen 5000系列CPU和500系列的芯片组主板搭配 才能使用这个3A的神秘加成 此外 RDNA2架构还补齐了A卡长期以来的另一个重要短板 终于支持了光线追踪硬件加速 现在每个CU都包含一个光追单元 A卡的光追能不能追上N卡呢? 我们待会也会试试看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改进在于核心频率的提升 这次AMD用上了CPU的开发经验 让GPU跑到了前所未见的高频 有多高呢? 默频 某些情况下我们实测甚至可以达到2.4G 我手边这是一台PS5 这玩意儿发布的时候公布频率2.2G 我还以为GPU是超到冒烟了呢? 没想到这出面A卡跑得还要更高 看来AMD这次RDNA是有备而来的 架构小改进和频率大提升 让我不禁想到了10系N卡的帕斯卡核心 它会不会也像帕斯卡那么给力呢? 我们现在就来实测看一看吧 先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CPU Ryzen 9 5900X 开启PPO 主板 ROG C8DH 内存皇家戟32G 3600C16 硬盘影驰名人堂2TB NVMe PCIe 4.0固态 电源ROG雷神1200W 系统Win10 2004专业工作站板 咱们一上来还是3DMark跑个分看看 Time Spy的成绩和AMD自己的说法还是很对应的 6800XT确实稍强于3080 6800则是打赢了3070和2080Ti 这个是2K分辨率的成绩 到了4K分辨率的Time Spy Extreme中 6800XT就输给3080了 不过6800的领先优势反而更大了 毕竟它打的是隔壁的老旗舰和小核心卡 再来看看光追性能 我们设立一下3DMark新加入的DXR光追测试 发现两款A卡的光追表现似乎有点不进入人眼 双双输给了上一代2080Ti AMD的初代硬件光追看来还需要再打磨一下 这个传统跑分自然是点到为止 实测游戏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一上来先跑一个刚出的新游戏 刺客信条 英灵电 这奥德赛众生平等的两年 英灵电是不是也可以接过硬件杀手的旗帜呢? 我们不多逼逼 直接看成绩 嗯? 嗯? What? What? 等一下 这个是不是测错了? 我再测一遍 不对啊 怎么还是这样啊? 卧槽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080P下 N卡那边出现瓶颈了 3090和3080拉不开差距 结果AMD这边 居然连6800都能打赢3090 CM下的提升甚至更大 到了2K分辨率领先幅度稍微缩小了一点 但是6800仍能打赢3090 直到4K分辨率 N卡终于赶上来了 但也还是没有达到跑分中的水平 3090依然败给了6800XT 这英灵店简直是A卡的大胜利啊 难以置信啊 A卡现在这么强了吗? 抱着疑问 我又跑了一下大表哥2 大表哥2这里1080P下 6800XT不开SAM是接近3080的性能 开了SAM则能超越3080 2K分辨率下同样如此 不开SAM要逊于3080 开了SAM接近3090 不过到了4K分辨率 A卡的表现就不行了 SAM的提升幅度随着分辨率提高缩水了不少 并且即便开了SAM 6800XT仍然输给了3080 而6800依然要胜过3070一些 从大表哥来看 A卡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但刚刚那个英灵店确实有点太夸张了 考虑到英灵店开场大大的AMD Logo 这算是个个例吧 《毁灭战士永恒》这里 1080P下 A卡依然跑出了不俗的成绩 6800XT轻松胜过3080 6800也是随便打3070了 2K分辨率 N卡稍微追上来一点 但还是6800XT更胜一筹 4K分辨率的情况 N卡终于翻身了 3080反超了6800XT 并且我们注意到Doom里SAM的效果似乎不如前两个游戏 1080P和2K有微弱的提升 4K下基本没有提升 当然Doom已经是优化很好的游戏了 我们再来看看优化比较烂的游戏吧 微软模拟飞行 这1080P我就不用多说了 CPU瓶颈大家都跑不出差距 2K分辨率下 CPU瓶颈还是极为严重 但我们能看到6800XT是接近3080的水平 直到4K分辨率了 各个显卡终于拉开了一点差距 6800XT略微输给了3080 6800则是介于3070和2080T之间 并且这个游戏似乎完全不支持SAM 3A平台没有任何加成 接下来轮到AMD传统的优势项目了 极限竞速地平线4 这个游戏对A卡的优化果然不错 1080P下6800XT不开SAM都赢了3090 开了SAM更是能进一步获得提升 2K下N卡终于追上来了 3080反超了6800XT 不过只要打开SAM 就连6800都能胜过3090 4K分辨率 N卡表现更加好了 但这并不能阻止开了SAM的6800XT继续追平3090 地平线这个游戏对SAM的支持看来是相当好的 最后再来试试另一个赛车游戏新作 《尘埃5》 1080P和2K 6800XT都能战胜3080吧 但是到了4K分辨率下 还是3080更胜一筹 这个游戏的SAM效果似乎也不太明显 试完传统游戏不妨再来试几个光追游戏 刚刚跑分当中A卡的光追好像不太行 那实际游戏中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作《看蒙狗军团》 不开光追的时候情况还是很符合预期的 6800XT2K下打平3080 4K输给3080 可惜SAM没起作用 开了光追之后 好像这个降幅不是很大 跟N卡的表现似乎是一致的 等等 感觉不太对劲 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 3080开关光追 画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开没开光线追踪 应该很明显能看出来变化吧 而6800XT 哦? 恕我眼下 这开不开光追真的有区别吗? 我又深入了研究一下 发现A卡在开了光追之后 确实没开光追 但是帧数又实打实地往下掉了 那我只能理解为游戏或者驱动哪个层面上 还有bug没有解决了 那我们只能换个游戏来测了 Control 传统的光追大作 A卡在这里终于能顺利开启光追了 但是性能上也确实如跑分所示 光追性能损失很大 不开光追的时候 6800XT只是略输给3080 开了光追之后就输给3070了 表现比较糟糕 至于6800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这里没有测2080的性能 但我怀疑6800开了光追之后应该是差不多的水平 另外老黄在出了RTX的时候顺带也发布了DLSS 为了就是弥补光追带来的性能损失 那么开了DLSS之后的N卡是可以满足4K光追玩Control的 可惜A卡目前还没有带来类似的深度学习上采样技术 只有锐化 效果还是差了不少的 据说A卡的上采样也已经在做了 但是得登以后的产品才能看到成果了 现在这张6800XT的话 2K开光追的性能和3070 4K DLSS开光追的性能是差不多的 另一个光追大作 地铁离去也是类似的情况吧 6800XT在不开光追的时候略输给3080 6800略胜3070 但开了光追之后两者都有非常大的损失 6800XT只能做到稍强于3070的性能了 和3080差距非常大 2K分辨率下开光追的6800XT还是要略逊于4K开光追加DLSS的3080的 测完这个游戏部分 给我的感觉是A卡在传统性能方面确实是表现不俗 尤其是对A卡比较好的那几个游戏 在SAM技术的帮助下性能非常惊艳 但是SAM技术在A黑游戏中往往效果不是很明显 这就稍微有一点本末倒置了 不过A卡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光追上 光追性能差了N卡一大截 这一代光追只能说有 但还不能说能用 另外我们也发现A卡这次在1080P和2K下更加的神油 但在4K下反而会出现劣势 这和以往的A卡很不一样 我们判断这可能和显存的选择有关系 Infinity Cache加GD6的组合在中低分辨率下表现最佳 但高分辨率下带宽的需求太大了 Infinity Cache的那点大小可能不太够用 这个时候GD6X的方案表现可能反而会更好 我觉得这代A卡其实比较适合2K显示器的用户 这是一张终极2K游戏卡 好了 尽管关心A卡的同学们大多应该比较关心游戏 但是这个专业性能呢?我们也得测一下 为了不说老黄在专业领域真的构建了一个很高的生态壁 由于没有CUDA 我们的许多传统专业测试项目 比如OC渲染器、Bray、深度学习这些 A卡都是跑不了的 但在A卡能跑的项目里还是有一些惊喜的 比如Adobe Photoshop 尽管显卡对性能影响的比重不是很大 但因为只支持OpenCL 所以A卡在这里的表现就很强 6800XT甚至要强于3090 AE中A卡同样有不俗的表现 两张新A卡均要强于3080 但是也要注意 AE中有部分效果和插件是需要依赖NV的API的 这些东西A卡是跑不了的 至于剪辑软件PR 这个对CUDA的优化就太好了 A卡比较的一般 6800XT的剪辑性能差了3070挺远的 不过另一个剪辑软件达芬奇 由于非常值显存 这个时候6800XT的16级大显存就发挥出优势了 尽管和3080还差很多 但是已经赶上2080Ti的水平了 比起3070的8级显存还是强了不少吧 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下工业软件测试 这里面有几个软件 像KT、NX、Soliwork这些 A卡都特别强 但是其他几个软件就表现一般了 通常来讲工业软件对不同硬件的偏向性很强了 各家软件优化如何 和A卡、N卡哪家更好 差别还是挺大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温度和功耗的情况 得益于三风扇的设计 这张工板散热还是比较给力的 Time Spy、烤机两张卡都能压在73度 控制的还不错 功耗方面 这次的A卡居然要比N卡给力很多 6800XT仅和2080Ti功耗相当 远低于3080 看来没有采用GD6X显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再算上制程优势和架构层面的优化 这代A卡的能耗比相当不错 我甚至期待这颗大核心 有没有机会登录笔记本平台 频率方面 这代A卡绝对是给的够高的 即便是Time Spy烤机 两张A卡也能轻松跑到2.2G 并且这个还是Time Spy 前面有些游戏跑到2.4G以上也完全不成问题 这不禁让我好奇 这张卡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超频空间呢? 我们手动拉了一下频率和功率 Time Spy的成绩最终可以跑上18800分 相比默频提升了1400分 并且这个时候核心频率已经接近2.5G了 这代A卡的频率真的是很恐怖啊 好了 今天我们测试了RX6800XT和RX6800的表现 出乎我的意料 AMD居然真的在传统游戏性能里追上了3080 像Infinity Cache、Sam这些新技术的引入 也在告诉我们AMD的创新能力足够强大 在我看来 今年AMD确实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战 不过同样是领先AMD多年 这老黄和英特尔还是不太一样的 英特尔这几年光顾着给晶圆厂灭火了 老黄则是在这段领先的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坚实的生态壁垒 不管是AI也好 光线追踪技术也好 一些专印领域的生态也好 N卡都处于一个长期制霸的状态 要想打破这些壁垒 AMD还需要不少时间 但至少现在NV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具体到显卡 这张6800XT 5099的定价也是蛮香的 尤其是考虑到5499的3080一直缺货 如果6800XT不耍猴的话 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至于6800嘛 我觉得一般 性能和XT差的挺多的 可是价格才差了500块钱 不如加价了 但是话说回来 万一这张6800XT耍猴的话 那你搞不好还真得突然求其次选这个6800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这期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